OK接下去呢 我们有一元一次的不等式组的解法 所以这个也还是初中的部分 对吧 也还是初中的部分 所以还是复习会初中的东西 所以一元一次的不等式组 跟上面其实也一样 反正就是两个方程式 不等式组就是 可能就超过一个吧 就两个或者是三个的不等式 我们分别的处理了之后 最后呢 怎样 最后呢 只需要用竖线 用竖线呢 再combine在一起 看一下它有什么那样的 哪一个部分是overlap 我们就叫做共同的 公共的解 所以那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的解了 OK 所以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体器 立体器它先不用 先不要解 所以它是先告诉你 如果我们得到的答案有这两个 那我们要怎样去combine它 OK 所以如果我得到的是有 X大于负2 X又大于3 你画竖线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子来画的 大于负2跟大于3 两个overlap的部分呢 就是大于3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X的 X呢就只是大于3而已 好 那这个要注意 我们在图解的时候呢 画竖线的时候啊 如果是空心圈呢 是没有等于 如果有黑心圈呢 是有等于的 像这个空心圈呢 是用大于跟小于 就是用空心圈 如果是大于等于 或者是小于等于 我们就用实心的圈 OK B的部分我们再看一下 X小于负2 X小于等于3 像X小于负2是左边嘛 小于等于3 这个是黑心圈 往左嘛 像overlap的部分呢 是在这一边 所以是X小于负2 OK so 这样子啦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 X大于等于负2 X小于3 那它就是夹在这两个中间 所以它就要同时 大于负2 小于3 so 负2小于等于X 小于3 这个是sandwich的时候呢 我们的一个写法来的 OK gap在中间 那如果你是X小于等于负2 X又要同时大于3 你会看到 老师没有overlap 怎么办 这种情形呢 我们就叫它无解 OK 无解 没有解了 因为它没有overlap 所以我们没有 找不到任何一个区域 是同时符合两个方程式的 OK 就这样的意思 所以它就无解了 好 那我们来正式看一下 上面立体7 只是先教你说 我得到两个结论 两个结论 怎样去看书线 找出它的那个overlap的部分 所以这一个立体8呢 我们就分别的给你看下真实的提醒 那我们有两个方程 两个不等式 那我们从1这边 我们就解了2X拉过去 3X-2X得到X 2拉过去 负2-2得到负4 所以是X大于负4 第二个方程式 3X拉过去 4X-3X得到X 负3拉过去呢 就变加3 3-2就得到1 所以X就会小于等于1 所以第一个方程式 得到X大于负4 第二个方程式 得到X小于等于1 然后呢 我们就化成书线 小于等于1 大于负4 overlap的部分 就是夹在这两个的中间 负4小于X小于等于负1 这个就是我们的写法了 OK 再看一下例题 9 有时候的 它会有超过两个的 这题好像给了三个了 所以第一个方程式 我们2拉过去 所以得到X大于2 第二个方程式 2拉过去 得到X-3 拉过去 得到加3 2加3得到5 所以是X小于等于5 第三个方程式 这个拉过去 得到2X 这个拉过去 得到3-5 得到负2 2X大于负2 X就大于负1 所以我们这三个呢 都画在同一个书线上 负1最小 中间的是2 再来最大的是5 我们要大于负2 小于等于5 大于负1 OK 三个同时overlap的部分 是夹在2跟5之间 所以我们就写2 小于X小于等于5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解了 OK 所以如果你有三个方程式 你就要看三个都 overlap的 才可以拿 如果你是两个两个 overlap呢 像这两个 overlap的部分 这两个 一跟二overlap 二跟三overlap 就是没有三个一起overlap 的话 那我们就也是无解 OK 必须要三个一起overlap 如果你给三个方程式 就要三个一起overlap OK 再来看一下 这个情形 不等是 X2X 减2 小于5 大于 小于等于X加3 这个情形 跟刚才我们的 好像不太一样 对吗 刚才我们的是 左边没有X 右边没有X 中间才有X 当然这个 有时候可以解 有时候就不能解 这个就不太 不太确定 所以这一边呢 他也 因为文科班 他也不要太复杂 所以这种情形 左边有X 右边有X的话 我们直接Split开来 左边两个 我们就得到第一个方程式 右边两个 我们就得到第二个方程式 X减2小于5 X就会是小于7 5小于等于X加3 就是X加3大于等于5的意思 3拉过去 就得到X大于等于2 那我们在看overlap的部分 你会看到O 你会看到O X2小于等于X小于7 就是你的解了 那这题 其实他这个也是可以一起解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这里的X跟这里的X 都是只是一个 所以这题比较特殊 你这个特别还可以一起解 如果我要一起解 我就减X减X减X得到负2 小于5减X 小于等于3 对吧 过后呢 我就再减5减5减5 就会得到负7 小于负X 小于等于 减5是负2 乘以负 乘以负 我就会对调了 2跟7对调 这个就小于等于 这个就小于7 是不是得到一样的解 对吧 所以这题也还可以了 不过呢 他就非识了 就是如果你看到说 这里有X就有X 如果他的系数不同 像这个是2X 这个是3X的话 就就没有办法了 这题还有办法 所以我教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讲说 我不要理这么多 我就直接就好了 也OK 不会说太难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水堂练习的 4的部分 OK 我看一下 3X减2X 大于等于 我们有这个 符号大于等于 X大于等于多少 2拉过去减2 得到负4 还有3X拉过来 4X减3X到X 大于3拉过去 3减2得到1 所以我们画书线 它同时要大于等于 负4 又要大于1 所以最后的结论 最后的结论 我们就会得到X大于1 OK 所以当然你可以画书线 我不用画的 我在脑海里面 有那个图的 大于等于负4 又要大于1 so overlap的部分 就是X大于1 所以这题 第一个方程式 我们先拉过来 是5减2等到3X OK 小于等于 看一下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9 所以我们的 就会得到 X小于等于3 另外一个方程式 是 7减3得到4 小于2X 所以是 X大于2 X小于等于3 U大于2 所以就是2小于X小于等于3 就是夹在中间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结了 再看一下这一题 第一个呢 我们得到 负2 小于2X 所以我们的X呢 就要大于负1 OK 第二个方程式呢 我们有 负10 大于等于 负10 大于等于5X 好 X小于等于 X小于等于负2 又要大于负1 这个好像是无解了 没有overlet的部分了 OK啊 然后这一题的话呢 就不能同时的结了 这里又不能同时结了 因为这里又负X 这里又X 这里又2X 好 所以我们先看前面的两个 不要跳 有些同学讲 老师我们可以 我可以拿一前一后吗 这个就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把 虽然他没有错 这个的确是小于这个 但是问题是 你跳掉了中间这个部分 中间这个是比 夹在这两个之间 所以如果你要处理 你应该是要前面两个 跟后面两个 不可以说一前一后 就处理 等式可以 但是不等式就不行 好吧 OK 所以如果我处理前面两个的话 负拉过去变加1 得到3X 7拉过来变加7 2加7等于9 9小于3X X就会是大于3 后面两个的话 我们会得到X 小于等于 X小于等于 X小于等于 负2 好 说X小于等于负2 又要大于3 这个好像也是没有overlap的部分 这个也是无解 对吧 OK应该是这样子了 没有问题 那我们轮到你们来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